可以吗 接下来我想要呈现的是智慧描述 所以我稍微把这一个图 稍微翻到左边一点 智慧描述 很简单做 就是插入智慧描述 它就做好了 重点是我现在要讲解是内容 所以我把这个字全选放大 请问这边我需要刻意讲解 这些是怎么操作吗 不需要吧 好 首先他讲的是什么 他说台北市的一所得收入总计的总和最高 多高呢 160多万在这里 但他的讲法 他是机器讲出来的 可以理解 所以他就讲的 你不要到时候讲的像机器人 千万不能学机器人讲话 但是你要理解机器人在讲什么 知道 好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 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是不是你要在消化 例如说当我点到2018年 关掉2017年的时候 请问这数字是不是都有跟着在做改变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我接下来 其实功能操作很简单 就是插入智慧描述 可是你要看这里面 这里面的比较重要的事情 好 他就只罗列了三件事 三件事 好 就给你参考 请你们自己来去做插入智慧描述 感谢观看 asp есте